大家好 又有一隻未有盈利的中國生物醫藥企業 正式招股 這隻招股的公司是中國礦體製藥有限公司3681 集資規模是17.5億 每手營業金額最高的上限定價計 入場費是2909 公司方面是在香港研發在內地製造 正式招股 這次引入雲南百藥作為基石投資者 亦是雲南百藥第一次以基石投資者身份認購 這次雲南百藥施資有3.9億港元 另外公司如果看回主力的藥物方面 用達克隆礦體基礎生物製劑及生化學實體 治療一些自身免皮性疾病的適應症 再延期的藥物目標是用於雷豐室關節炎 系統性紅斑狼瘡、哭喘等等 這次公司招股大 近年都未有盈利虧損 2017年虧損5,190萬人民幣 2018年虧損8,360萬人民幣 今年初四個月虧損2,840萬人民幣 主要都是由於研發成本 導致公司的損失 我想這個虧損的情況 在一些現在招股上市的生物醫藥公司 都比較普遍 不過有時蝕著錢蝕著想 反而又非常認購熱烈 例如過去已經上市幾天的亞盛醫藥 如果作為一個參考 當日首掛是高開的 上市價是34.2元 當日第一下開 第一口價已經是高開 開步53元 不過留意 上市之後幾天 其實亞盛醫藥的股價每天都下跌 現在已經去到Igon上市價34.2元 暫時站住了 可以作為參考一下 我想我建議如果有興趣抽中的contact 就是弱的 我建議暫時看得比較短線